首先还是要回顾我们昨天学的一些东西 昨天我们开始的就是学了这个 开始学这个JCORY的这个函数库是吧 这个函数库的话那么它是什么呢 应该是前后单通用的一个JS库 这个JS库的话不是说你学前单就学这个库啊 就是后台的人也需要学这个JS库啊 就是说一个我也说了 就是一个厉害的后台肯定是一个JCORY高手 是吧 因为后台里面的JS代码也很多 那么我们后单程序员里面实际上是每一个什么系统 大家知道系统有一个前单页面 系统是不是也有一个后单页面呢 是吧 每个系统它都有一个后单的界面 后单的话这个界面实际上是完全是由后单程序员来维护的 一般前单是不管的 是这样子是吧 后单那个界面的话 比如说在里面写一些也有度门的一些操作 也有一些什么JS效果 那么这完全靠后单程序员自己写 所以说后单程序员怎么样呢 那么它的什么 它的JCORY也是很厉害的 通过JCORY来操作这些东西 是吧 所以说即使不学前单也学JCORY 是这样的 那么的话 关于这个JCORY 后面我们还会学到一个Bootstrap 这个框架 是吧 那么后单程序员可能也可以什么呢 利用那个框架来做界面 可能是他们做的时候是什么 JCORY和Bootstrap来配合 做后单的界面 是吧 那个的话前单就不用管了 那个界面是这样子的 好 那么关于这个是关于JCORY的一个 基本的一个什么呢 背景的东西 JCORY这个酷的话就是全球覆盖率很高 几乎是46%的什么网站在用它 就是国内的话 大部分的公司 如果是大公司的话 可能用自己的这个JCORY 或者是觉得自己的JCORY不好用 怎么样呢 就敢用JCORY了 是吧 小公司的话 基本上都是用JCORY 基本上都是用JCORY这个酷 所以说这个是什么呢 这个是比较重要的一个JCORY 好 那么这个JCORY为什么这么好用呢 就是说它里面有一些什么理念 比如说写的少做的多 是吧 这些理念 而且它的什么呢 应该说说的专业是什么呢 它的API比较简单 是吧 API比较简单 就是API的说白了就是用法 API就是说它的用法比较简单 是吧 不会增加这个学习难度 是吧 我用一个酷的话应该是什么呢 帮我什么 加快这个开发效率吧 不是不是加大我的难度是这样的 我学一个JCORY的时候 反而你加大了我的难度 严调了我的开发时间 这个酷的话应该是 不实用的吧 是吧 我用你这个是为了帮助我 不是什么 围栏我是不是这样的 这样子啊 好 所以说它这个JCORY的话是什么 应该是比较什么呢 比较受欢迎的 是吧 那么的话这个JCORY的话我们说到了是他什么呢 他和什么他本身就是JS是吧 他里面获取元素的话也要什么呢 也需要先写一个什么呢 写一个ready是吧 写个ready 写个ready之后他就获取元素是吧 如果是把JS放到页面头部的话 放到页面底部就没问题 放到头部的话 如果你想获取元素还得写一个ready是吧 ready的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等页面的标签全部加载完之后 再去获取元素 这个就没问题了是吧 如果没加载完你就获取 标签没加载就获取不到啊 那么的话这个ready比我们 比我们什么呢 就是原生的onload要快是吧 它的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ready是等标签加载完就去执行的 onload是什么呢 等标签加载完之后 再等渲染完之后再去执行 所以说它是比较慢的 所以实际开发中 我们是不用什么呢 不用load吧 不用onload 而是用这个ready是吧 那么即使你用其他的JS库的话 你这个ready函数也得放进来 是不是这样的 还得有个ready函数是吧 如果你把JS写在页面头部的话 也需要有这个ready函数啊 所以说用JQuery的话 是可以用这个ready啊 就比较快是吧 然后我们说到了这个JQuery的选择器 是吧 后面也做了很多例子 那么是 就是这个例子的话 就就结合这个选择器啊 那么选择器 那么最长的就是我们的什么呢 这个通过那个样式的名称来选择元素 是吧 那么样式的话 就是它这个选择器跟样式的写法是一样的 就是说这一块的话是什么呢 是不会增加什么难度了 是吧 不会增加什么难度啊 这个样式怎么写 它在里面怎么写 就可以选择这些元素 是吧 选择这些元素之后 然后的话 可以对这个元素进行一些过滤 是吧 就是 就是筛选掉一些元素 是吧 那么过滤的话 就是可能常用的就是这个EQ 是吧 EQ的话就是 就是选第几个 是这样的 这个数的话是什么呢 就是从零开始数的啊 EQ第几个 是吧 那么这几个可能不怎么常用啊 不怎么常用啊 好 接下来我们说的这个什么呢 这个转移还是蛮有用的 是吧 选完之后 然后转移到另外一个元素上面去 然后再操作 是吧 那么这个可以做我们的什么 练式调用吧 是吧 这个东西做完之后 然后转移到另外一个元素上面去 再做事情 是吧 再转移再做事情 是不是这样的 可以写成一长串 这个叫练式操作 这个效率也比较高 是吧 而且的话怎么样呢 这个什么呢 逻辑也比较清楚 是吧 一行把它 一句话把这事情做完 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写 写Covid的时候怎么样呢 就是这个练式调查写的越长的话 是什么呢 就是 人家肉维里越厉害 是这样子的啊 好 那么的话 这是关于这个 这个转移啊 转移里面我们昨天用到最多的什么呢 这个是这个Siblings用的比较多吧 它实际上是什么呢 就是选择除我之外的其他的元素 是不是这样的 同辈的是吧 这个是不是相当于是什么 返选的 是不是就是返选的 选择我 然后返选 就是选择我除我之外的其他的元素 是吧 这个是返选的啊 这个用的比较多啊 好 那么比如说这个Proview的话 是选择上一个紧爱着的同辈 是吧 Legas的话是下一个紧爱着的同辈元素啊 ProviewAll的话是上我之前的所有同辈元素啊 LegasAll的话是我之后的所有同辈元素是吧 Parent的话是选择我的负极是吧 Children的话选择子极是吧 子元素 子元素里面是什么 这些括号里面实际上还可以过滤 在括号里面写什么呢 写这个什么 写这个选择器 写这种选择器是吧 写这种选择器的话还可以过滤 是不是这样的啊 我们昨天选了一个children然后写一个ul是吧 把children里面ul给过滤出来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那么还有一个find find那是什么呢 就是说在我的这个里面啊 记得是比如说我这个div 我里面包含的元素里面选择class是myclass的元素啊 好这是关于选择极的转移是吧 好接着我们说如果说你想就是选择一个元素 我们jectory里面选择选中元素的话都怎么样都不会出错是吧 他不会报错是吧 即使有个元素没有选中怎么样 没有这个元素也不会报错 那么如果判断我们这个元素有没有选呢 就判断这个lens是不是大于0是吧 如果是等于0的话就没有选是吧 没有选中元素啊 如果是大于0就是1或2或3的话怎么样呢 就是选中元素了是吧 好这是关于这个选择器的一些东西啊 好选择器的话应该是比较强大的啊 这个选择器的话我们在这个地方只列出一部分就是常用的是吧 不可能把所有的全部列出来啊 好那么的话如果说有些选择器不清楚的话还可以什么 查那个手册吧是吧查那个手册啊 有些不是太常用的选择器可以查手册啊 所以说我们学的时候肯定是挑重点来学不可能全部学完是这样的啊 那么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那个书籍上面列了那些东西是吧 列了一堆东西把它所有东西都列完是吧 他那个顺序应该不是我们学习的顺序吧 我们学一个东西不是那么学吧 我们人脑不是电脑吧 一下子把东西全部学完然后再学另外一个是吧 不是这样子是吧 我们是应该是重点来学按重点来学 然后再关联的是这样 这是关联的吧是吧 所以说不能按照书籍那种那种目录的形式来讲去学是吧 那的话就是把人脑当电脑用了是这样的啊 不是这样子是吧 我们是挑重点来学 然后再关联的去去找相关的东西啊 这么学查是正确的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选择器啊 选择器的话就是说有些东西可能是需要再去查一下啊 不是太常用的 好 接着我们说的是这个J.Corey的这个CSS操作是吧 这个CSS操作的话是什么呢 操作行间样式是吧 那么的话这个是读是吧 如果是指什么写属性不写值的话 就要获取这个属性 现在是读这个属性是吧 那么的话如果写属性写值的话是什么呢 是设置这个属性 现在也是写是吧 写啊 一个是取值一个是设置这个值啊 好这是关于这是设置的行间样式是吧 那么我们还可以怎么样呢 通过这个什么 通过这个什么呢 这个class是吧 操作元素的这个class是吧 名称 来操作元素的这个样式啊 addclass是什么呢 就是给元素加一个样式名啊 这个的话是原来的基础上加一个不动元来的 是不是这样的啊 然后这个就是减是吧 这是减多个是不是这样的啊 tackle的话是配合什么呢 click吧 这个click 比如说他会检测这个样式名什么样呢 有或者没有 如果没有的话就加上是吧 如果有的话就减去 就可以做一个什么 切换效果是不是这样的啊 tackle class啊 tackle class 好 那么的话 可能这一点忘记说了是吧 还有一点忘记说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一次性是不是可以选多个啊 选多个之后 如果你想选多个或许多个的什么呢 这个wise或者是什么呢 另外一些样式属性是吧 是吧 那么多个你怎么给你啊 是吧 有多个比如说有十个div 然后我要获取他的wise 是吧 那么那么怎么给你呢 我不能给你一个宿主 把这个十个放在里面 是吧 他是怎么做的呢 他是把第一个给你 没有没有 比如说十个div 你要获取十个div的wise 是吧 是不是这样的啊 然后他就把第一个给你 第一个div的这个wise给你 是这样子的啊 好 如果是多个是这样子的啊 多个是这样处理的 如果是多个一起操作的话 他是所有的什么呢 如果是多个一起设置的话 是什么呢 比如说这里没有十个div 十个div的hats都变成三十吧 他是一起设置十个 如果是获取的话 他就获取第一个啊 是这个意思 就把第一个给你啊 这个意思 好 这是关于这个读取是吧 好 接着我们讲到什么呢 就绑定这个click事件吧 绑定之后 我们就可以什么呢 就可以做一些什么呢 就是操作了是吧 给控制的操作啊 好 绑定click事件的时候 那么我们就是说到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什么呢 就是关于这个索引值 是吧 索引值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我的元素 获取完之后 然后这个元素 每个元素 自身有一个索引值的 这个属性啊 我们可以直通通过 这个index的这个方法 获取到它的索引值 是吧 它本身就有这个索引值啊 好 它的索引值是什么呢 它在同辈里面 它占第几个 这就是它的索引值 是吧 这个值的话也是什么呢 从零开始的是吧 从零开始啊 好 那么我们结合了这个click 和这个索引值 就做了一个什么 选项的例子吧 选项的例子啊 好 这个选项的话实际上是 上面三个按钮 下面三个什么呢 三个这个块 是吧 好 好我们点击上面的按钮之后 那么怎么跟下面进行关联 是吧 点击上面一个按钮的话 下面对应的这个按钮 对应的下面的块怎么样 要显示出来吧 那么是通过什么 上面按钮的索引值吧 上面按钮的索引值 然后跟下面的块进行关联 是吧 这样做的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 这个click事件以及索引值啊 好 然后我们说到的是什么呢 就关于这个特殊效果是吧 特殊效果的话实际上就是 接口里面的动画的一个固化的形式 是吧 比如说这个什么呢 这个fade out实际上就是什么呢 就类似于什么 这个透明度变成一 是不是这样的啊 这个动画啊 然后是fade in的话 这个是透明度变成一啊 fade in的话相当于透明度变成一吧 fade out的相当于是透明度变成零的动画 是不是这样的啊 fade in和fade out的就是这两个动画啊 好 fade toggle的话可以切换 是不是这样的啊 hade和show的话 就相当于是display的run和block 切换 是不是这样的啊 然后这个tug可以切换它们两个 是吧 然后slide down和slide up的话 就相当于是什么呢 元素的高度的变化吧 是不是啊 slide down的话就相当于把元素的高度 变成它原始的高度 比如说它是一板 高度就是一板 是不是这样的啊 这个的话slide up相当于是把元素的高度 从一板变成零 是不是这样的啊 是不是就相当于是用element做了一个高度的动画 是不是这样的啊 啊 sitana是一个动画的固化的形式啊 sitana toggle的话可以什么 切换这两个状态吧 切换这两个状态啊 好 这是关于这个特殊效果 实际上它就是什么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动画 是吧 就是后面讲的这个什么 就是这个动画吧 啊 就是这个动画啊 好 我们说到什么呢 练式调用是吧 练式调用的话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 在这个元素操作完之后怎么样呢 可以转移吧 转移完之后再操作这个转移的元素 操作完之后怎么再转移 然后再操作这个转移的元素吧 是这样的 那么这个什么就是练式调用是吧 这个地方实际上写的是一句啊 这个什么点什么再点什么再点什么 实际上写的一句啊 这是一句啊 这种操作效率效率相当来说比较高啊 呃 那么昨天好像没有说这个原理是吧 就是说这个练式调用它是怎么实现的 是不是这样的 它是怎么实现的呢 它是在什么呢 比如说这个这个秋准是吧 这个秋准然后slide到是吧 它就是什么 就是展开了吧 展开完之后 然后可以怎么可以直接写parent呢 是因为什么样呢 它把这个执行完之后 把这个元素给返回了 它最后面写了一个return 明白没有 最后面写了一个return 把这个对象返回了 返回之后 比如说这个执行完之后 是不是return这个ul了 然后return这个ul之后 这个就可以什么 接受这个ul吧 接受这个地方返回的ul 就可以接受这个ul 然后这个ul的parent就可以执行 实际上它的原理比较简单 就是在元素的执行后 然后返回这个jQuery对象 这是它的原理 实现这个列式调用的原理 好 那么的话如果说一个函数不返回的话 我们让一个变量等于一个函数 它等于什么 这个变量等于什么 这python里面是不是是等于lum吧 是吧 我们的jQuery里面 如果让一个函数等于一个 不是 让一个变量等于一个函数 是吧 这个函数没有返回值 那么这个值是什么 undefined吧 是吧 undefined 那么你也可以在 这个什么的函数执行完之后 把这个对象返回 返回出去 是吧 那么的话这个对象返回出去 是什么样 这个地方是不是可以接收啊 接收之后接着做其他事情吧 这是它的原理啊 这就是练式调用的原理 好 这是关于这个练式调用啊 好 接着我们说到的是关于什么呢 就是关于这个啊 练式调用说了一个 还说了一个成绩菜单是吧 成绩菜单这个例子的话 就是做了一个练式调用 练式调用的一个例子啊 那么练式调用的话就是 我们成绩菜单里面选择一层的 什么呢 做一个动画 然后跳到其他层里面 再做其他的动画 是这样的啊 就做了一个练式调用啊 好练式调用 这样里面我们有一个解决了一个 什么呢 这个slide down和slide up的一个bug吧 是吧 啊 我们用了一个slide toggle 是不是这样的啊 那么如果我们反复点击的话 是不是怎么样 是不是会有它的它会反复动啊 是吧 反复动 然后我们用了一个什么 stop吧 啊 stop可以解决这个bug啊 是吧 就是我们在后面看的时候 可能碰到很多网站 会有这种bug的啊 那么的话你就可以用这个stop的方式来解决这个bug啊 好 接着我们说到这个jecory的动画是吧 这个动画的话 实际上前面说的几个效果都是用这个动画的 它的内部实现机制的话实际上都是用这个animate实现的 是吧 animate实现的啊 animate这个方式的话 是类似于我们前面学的srs那个方法是吧 就是设置元素的样式吧 但是它这个设置样式的时候怎么样 如果你这个什么呢 设置的这个样式和原始的样式不一样 它就会怎么样 做动画吧 是吧 比如说它原始的是ys是100 你这个设置成300 是不是会做动画 就从100运动到300是这样的啊 好 那么的话这个是什么呢 就是后面跟的这个时间是吧 就你这个动画完成的时间是什么 1000毫秒是吧 1000毫秒啊 这个是一个什么呢 呃 末论是一个缓冲运动这个参数啊 这个可写可不写 不写的话就是缓冲运动啊 写上的话 那么还实际上还有一个什么呢 还有一个linear啊 linear是什么呢 就是匀速运动啊 匀速运动啊 就这两种啊 一般的话我们用缓冲的话就比较 这个动画比较什么 缓和一点是吧 比较好看一点 这个复合什么呢 自然的这种运动吧 是吧 那么这个可以什么 缺省不写是吧 缺省不写啊 好然后后面跟的是一个什么 回调函数是吧 回调函数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们动画完了之后 在干嘛 是吧 你动画完了之后 可以做一些操作或者什么 动画完了之后怎么样 可以再做动画吧 那就欢迎我们就是 昨天说了一些新东西 昨天说了一个东西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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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